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枝粉香娃歌星淡山 话说香灵见众人正说笑 他便迎上去笑道 你们看这一首 若使得我便还学 若还不好 我就死了这作诗的心了 说着把诗地语黛玉及众人看诗 只见写道士 精华欲演廖英南 影字涓涓破字寒 一片针锹千里白 半轮鸡唱五更残 绿缩江上秋文笛 红袖楼头夜已蓝 博得嫦娥应戒问 缘和不始 永团圆 众人看了笑道 这首不但好 而且心巧有义气 可之所以说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舍利一定请你了 香灵听了心下不信 料着是他们蛮哄自己的话 还只管问黛玉宝钗 正说之间 只见几个小丫头 并老婆子忙忙地走来 都笑道 来了好些姑娘奶奶们 我们都不认得 奶奶 姑娘们快认亲去 李丸笑道 这是哪里的话 你到底说明白了 是谁的亲戚 那婆子丫头都笑道 奶奶的两位妹子都来了 还有一位姑娘 说是薛大姑娘的妹妹 还有一位爷 说是薛大爷的兄弟 我这回子请姨太太去呢 奶奶和姑娘们先上去吧 说着 姨静去了 宝钗笑道 我们薛克和她妹妹来了不成 李丸也笑道 我们婶子又上京来了不成 他们也不能凑在一处 这可是奇事 大家纳闷 来至王夫人上房 只见乌鸦鸦一地的人 原来行夫人之兄嫂 带了女儿绣烟 进京来投行夫人的 可巧 凤姐之兄王仁也正进京 两亲间一处大帮来了 走至半路博船时 正遇见李丸之寡婶 带着两个女儿 大名李文 次名李启 也上京 大家续起来又是亲戚 因此三家一路同行 后有薛盘之从弟薛克 因当年父亲在京时 已将包妹薛宝钦 许配都中梅汉林之子为婚 郑玉进京发嫁 闻得王仁进京 她也带了妹子随后赶来 所以今日会齐了 来访头个人亲戚 于是大家见礼续过 家母王夫人都欢喜非常 家母音笑道 快到昨日晚上灯花爆了又爆 结了又结 原来应到今日 一面续些家常 一面收看带来的礼物 一面命留久范 凤姐自不必说 忙上加忙 礼完宝钗自然和神母姊妹 续离别之情 待遇见了先是欢喜 此后想起众人 皆有亲眷 独自己孤单 无个亲眷 不免又去垂泪 宝玉深知其情 十分劝慰了一番方霸 然后宝玉 忙忙来至怡红院中 向西人摄月秦文等笑道 你们还不快看人去 是只宝姐姐的亲哥哥 是那个样子 他这叔伯兄弟 形容举止令是一样了 倒像是宝姐姐的同胞弟兄似的 更期待 你们程日嘉只说 宝姐姐是角色的人物 你们如今瞧瞧 他这妹子 更有大嫂子 这两个妹子 我竟形容不出了 老天 老天 你有多少金华灵袖 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 可知我井底之蛙 程日嘉只说 现在的这几个人 是有一无二的 谁知不必远寻 就是本地风光 一个size一个 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 除了这几个 难道还有几个不成 一面说 一面自笑自叹 习人见他又有了魔艺 便不肯去瞧 秦文等早去瞧了一遍回来 带笑向习人道 你快瞧瞧去 大太太的一个侄女 宝姑娘一个妹妹 大奶奶两个妹妹 倒下一把子 四根水葱 一语未了 只见探春 也笑着进来找宝玉 音说道 咱们的师舍可兴旺了 正是呢 这是你一高兴起师舍 所以鬼使神差 来了这些人 但只一见 不知他们可学过作诗不曾 我才都问了问他们 虽是他们自签 看齐光景没有不会的 便是不会也没难处 你看香菱就知道了 习人笑道 他们说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 三姑娘看着怎么样 果然的话 据我看 连他姐姐兵这些人 总不吉他 习人听了 又是诧异又笑道 这也奇了 还从哪里再瞧好的去呢 我倒要瞧瞧去 探春道 老太太一见了 喜欢的无可不可 已经逼着太太认了干女儿了 老太太要养活 才刚已经定了 薄玉喜的盲问 这果然的 我几时说过话 有了这个好孙女儿 就忘了你这孙子了 这倒不妨 原该多疼女儿些 才是正理 明儿十六 咱们可该起舍了 灵丫头刚起来了 二姐姐又病了 终是七上八下的 二姐姐又不大作诗 没有她又何妨 月姓等几天 她们新来的混熟了 咱们腰上她们岂不好 这回子 大嫂子 宝姐姐 心里自然没有失信的 况且香云没来 平儿刚好了 人人不合适 嗯 不如等着云丫头来了 这几个新的也熟了 平儿也大好了 大嫂子和宝姐姐心也闲了 相邻师也长进了 如此 妖艺满舍岂不好 咱们两个如今前往老太太那里去听听 除宝姐姐的妹妹不算外 她一定是在咱们家住定了的 唐货那三个要不在咱们这里住 咱们央告着老太太留下他们在园子里住下 咱们起步多天几个人 越发有趣了 宝玉听了 喜得眉开眼笑 盲说道 倒是你明白 我终究是个糊涂心肠 空喜欢一会子 却想不到这上头来 说着 兄妹两个一起往贾母出来 果然 王夫人已认了宝琴做干女儿 贾母欢喜非常 连园中也不命住 晚上跟着贾母一处安静 薛科自向薛盘书方中住下 贾母便和邢夫人说 你侄女也不必家去了 园里住几天 逛逛再去 行夫人凶嫂家中 缘艰难 这一上经 圆丈的是 行夫人与他们制房舍 帮盘站 听如此说 岂不愿意 行夫人便将绣烟交与凤姐 凤姐筹算了园中姊妹多 性情不一 且又不便另设一处 莫若送到迎春一处去 躺日后行绣烟有些不遂意的事 纵然行夫人知道了 与自己无干 从此后 若行绣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算 若在大观园住到一个月上 凤姐依照迎春奋力送一份与绣烟 凤姐冷眼颠躲 秀阎心性为人 竟不像行夫人及她的父母一样 却是温厚可疼的人 因此凤姐又连她家贫命苦 比别的姊妹多疼她些 行夫人倒不大理论了 贾母王夫人因素席礼完贤惠 且年轻守洁令人敬服 今见她寡婶来了 便不肯令她外头去住 那离婶虽十分不肯 无奈贾母执意不从 只得带着李文离奇 在道乡村住下来 当下安插既定 谁知保陵侯使奈 又牵围了外省大元 不日要带着家眷去上任 贾母因舍不得香云 便留下她了 接到家中 原要命凤姐另设一处与她住 使湘云执意不肯 只要与宝钗一处住 因此就罢了 此时大官员中 比仙更热闹了多少 李丸为首 于者迎春探春 西春宝钗 待遇湘云李文离奇宝琴 行秀宴 在天上凤姐和宝玉 一共十三个 续起年更 除李丸年纪最长 她十二个人 皆不过十五六七岁 或有三个童年 或有五个共岁 或有这两个同月同日 那两个同刻同时 所差者 大半是十刻月份而已 连他们自己 也不能细细分析 不过是 弟兄姊妹 四个字随便乱叫 如今湘陵 正满心满意 只想做事 又不敢十分 罗造宝钗 可巧 来了个史湘云 那史湘云 又是挤爱说话的 哪里经得起湘陵 又请教的谈诗 越发高了性 梅昼夜 高谈阔论起来 宝钗音笑道 我实在 郭奏得受不了了 一个女孩家 只管拿着诗 做正经事讲起来 就有学问的人听了 反笑话说 不守本分的 一个湘陵没闹清 偏又添了个 你这么个话口袋子 满嘴里 说的是什么 怎么是 渡工不知晨欲 为苏州之淡雅 又怎么是 温巴茶之启迷 李毅山之隐辟 放着两个 现成的诗家不知道 替那些死人做什么 湘陵听了 盲笑问道 是哪两个 好姐姐 你告诉我 待湘陵之辛苦 风湘陵之话多 湘陵 湘陵听了 都笑起来 正说着 只见宝琴来了 披着一领斗篷 金翠辉煌 不知何物 宝柴盲问 这是哪里的 宝琴笑道 阴下雪珠 老太太找了 这一件给我的 湘陵上来瞧道 怪到这么好看 原来是孔雀毛指的 湘陵道 哪里是孔雀毛 就是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 可见老太太疼你了 这样疼宝玉 也没给她穿 宝柴道 真俗语说 个人有缘法 我也再想不到 她这回子来 既来了 又有老太太这么疼她 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 就在园里来 这两处 只管玩笑吃喝 到了太太屋里 若太太再无礼 只管和太太说笑 多做一回无妨 若太太不再无礼 你别进去 那屋里人多心坏 都是要害咱们的 说的宝钗宝琴 香灵婴儿等都笑了 宝钗笑道 说你没心 却又有心 虽然有心 到底嘴太直了 我们这琴儿 就有些像你 你天天说 要我做亲姐姐 我今儿 竟叫你认她 做亲妹妹罢了 香云又瞅了 宝琴半日 笑道 这一件衣裳 也只配她穿 别人穿了 实在不配 正说着 只见琥珀走了笑道 老太太说了 叫宝姑娘 别管紧了琴姑娘 她还小呢 让她爱怎么样 就怎么样 要什么东西 只管要去 别多心 宝钗忙起身答应了 又推宝琴笑道 你也不知 是哪里来的福气 你倒去吧 仔细我们委屈着你 我就不信 我哪些不如你 说话之间 宝玉黛玉都进来了 宝钗游自嘲笑 香云音笑道 宝姐姐 你这话虽是玩话 恰有人真心这样想呢 琥珀笑道 真心脑袋再没别人 就只是她 口里说 手指着宝玉 宝钗香云都笑道 她倒不是这样人 不是她 就是她 说着又指着黛玉 香云便不择生 宝钗忙笑道 更不是了 我的妹妹和她的妹妹一样 她喜欢的比我还甚呢 哪里还恼 你幸运而混说 她的那嘴有什么诗句 宝玉素席深知 黛玉有些小象 且尚不知近日 黛玉和宝钗之事 正控贾母疼宝琴 她心中不自在 今见香云如此说了 宝钗又如此答 在沈夺黛玉声色 已不似往实 果然与宝钗之说相符 心中闷闷不解 音响 她两个素质不是这样的好 今看来 竟更比她人好十倍 一时又见林黛玉 赶着宝琴叫妹妹 并不提名道姓 只是亲姊妹一般 那宝琴年轻心热 且本性聪明 自幼读书识字 今在贾府住了两日 大概人无一致 又见朱姊妹 都不是那轻薄之粉 且又和姐姐结合起 故也不肯怠慢 其中又见林黛玉 是个出类拔萃的 便更与黛玉清静异常 宝玉看着 只是暗暗地呐喊 一时宝钗姊妹 往薛姨妈房内去后 香云往贾母出来 林黛玉回房歇着 宝玉便找了黛玉来 笑道 我虽看了西香记 也曾有明白的几回 说了取笑 你曾恼过 如今想来 竟有一句不解 我念出来 你讲讲我听 黛玉听了 便知有文章 音笑道 你念出来 我听听 那闹简上 有一句说的最好 是几时梦光接了梁红案 这句最妙 梦光接了梁红案 这七个字 不过是现成的点 难为他这 是几时三个虚字 问得有趣 是几时接了 你说说我听听 这元问得好 他也问得好 你也问得好 先是你只疑我 如今你也没得说 我反落了单 谁知 他竟真是个好人 我素日 只当他藏奸 因把说错了九令旗 连宋燕窝 病中所谈之事 细细告诉了宝玉 宝玉方之缘故 音笑道 我说呢 正纳闷 是几时梦光 接了梁红案 原来是从 小孩家口 没遮拦就接了案了 黛玉 音又说起宝琴来 想起自己没有姊妹 不眠又哭了 宝玉忙劝道 你又自寻烦恼了 你瞧瞧 今年比旧年 越发瘦了 你还不保养 每天好好的 你必是自寻烦恼 哭一回子 才算完了这一天的事 黛玉室累道 近来我只觉心酸 眼泪却像比旧年少了些的 心里只管酸痛 眼泪却不多 这是你哭惯了 心里疑的 岂有眼泪会少的 正说着 只见他屋里的小丫头子 送了星星沾斗篷来 又说 大奶奶才打发人来说 下了雪 要上一明日请人做事呢 一语未了 只见李丸的丫头 走来请黛玉 宝玉便邀着黛玉 同往道乡村来 黛玉换上掐金掐云 红香羊皮小靴 照了一件 大红羽纱面 白狐狸里的鹤场 竖一条青金闪绿 双魂四合如一套 头上照了雪帽 二人一起踏雪行来 只见众姊妹都在那边 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 与羽毛断斗篷 独里丸穿一件 青多了泥对筋挂子 薛宝钗穿一件 莲青斗纹 锦上添花 阳线潘巴斯的鹤场 行秀烟仍是家常旧衣 并无闭血之一 一时 史湘云来了 穿着贾母与她的一件 雕鼠脑的面子 大毛黑灰鼠里子 里外发烧大褂子 头上戴着一顶 挖云鹅黄片金里 大红猩猩毡招军套 又围着大雕鼠风铃 黛玉仙笑道 你们瞧瞧 孙行者来了 她一般的也拿着雪褂子 故意装出个小骚鸭子来 湘云笑道 你们瞧我里头打扮的 一面说 一面脱了褂子 只见她里头穿着一件 半新的靠色三香领袖 秋香色盘金五色 袖龙窄恨小袖 眼睛银鼠端袄 里面短短的一件 水红装断 糊浅折子 腰里紧紧竖着一条 蝴蝶结子 长岁五色公韬 脚下也穿着几皮小靴 约显得风腰圆背 鹤氏狼行 众人都笑道 偏她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 原比她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 湘云道 快商议作诗 我听听是谁的东家 李丸道 我的主意 想来昨儿的正日已过了 再等正日又太远 可巧又下雪 不如大家凑个设 又替他们接风 又可以作诗 你们意思怎么样 薄玉仙道 这话很是 只是今日晚了 若到明儿晴了 又无趣 众人看到 这雪未必晴 纵晴了 这夜下得也够少了 李丸道 我这里虽好 又不如卢学严好 我已打扮人拢地亢去了 咱们大家拥卢作诗 老太太想来 未必高兴 况且咱们小玩意儿 单给凤鸭头个信就是了 你们每人一两银子就够了 送到我这里来 指着香陵宝琴 李文李起绣烟道 他们五个不算外 咱们里头二丫头病了不算 四丫头告了价也不算 你们四份子送了来 我包总五六两银子也尽够了 宝钗等意其应诺 应用你提现运 李丸笑道 我心里自己定了 等到了明日临期 杭树知道 说必 大家又闲话了一回 方往贾母出来 本日无话 到了次日一早 宝玉燕心里记挂着这事 一夜没好生的睡 天亮了就爬起来 揭开杖子一看 虽门窗上眼 只见窗上光辉夺目 心内早愁愁起来 埋怨定是晴了 日光已出 一面忙起来揭起窗屉 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 原来不是日光 竟是一夜大雪 吓得将有一尺多厚 天上仍是 搓棉扯絮一般 宝玉此时 欢喜非常 忙换人起来 灌树已闭 只穿一件茄色 多了泥狐皮凹子 照一件海龙皮 小小鹰帮挂 竖了腰 披了玉针缩 带上金藤丽 登上砂糖机 茫茫地往卢学眼来 出了院门 死故一望 并无二色 远远的是轻松脆竹 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那一般 于是走至山坡之下 顺着山脚 刚转过去 已闻得一股寒香伏鼻 回头一看 恰是妙玉门前 龙翠庵中 有十树珠红梅 如胭脂一般 映着血色 分外显的精神 毫不有趣 宝玉便立住 细细地赏完一回 方走 只见风妖板桥上 一个人打着伞走来 是李婉打发了 请凤姐去的人 宝玉来至卢学眼 只见丫鬟婆子 正在那里扫雪开净 原来这卢学眼 盖在傍山临水河滩之上 一带几间 毛眼土壁 井离竹友 推窗便可垂掉 四面都是卢尾眼妇 一条去静 微移穿炉杜尾过去 便是偶香蟹的竹桥了 众丫鬟婆子 见她劈缩戴笠而来 都笑道 我们才说正少一个渔翁 熟金都全了 姑娘们吃了饭才来呢 你也太兴急了 宝玉听了 只得回来 刚至沁方亭 见探春正从秋爽斋来 围着大红星星沾斗篷 带着观音兜 扶着小丫头 后面一个妇人 打着青油伞 宝玉指她往贾母出去 便立在亭边 等她来到 二人一同出园前去 宝琴正在礼间房内 梳洗更衣 一时众姊妹来齐 宝玉直嚷饿了 连连催饭 好容易等摆上来 头一样菜 便是牛乳蒸羊糕 贾母便说 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药 没见天日的东西 可惜你们小孩子们 吃不得 今儿另外有新鲜鹿肉 你们等着吃 众人答应了 宝玉却等不得 只拿茶泡了一碗饭 就着野鸡呱鸡 茫茫地咽完了 贾母道 我知道你们今儿又有事情 连饭也不够吃了 留着鹿肉 与她晚上吃 凤姐忙说还有呢 方才罢了 史湘云便敲和宝玉计较道 有新鲜鹿肉 不如咱们要一块 自己拿了园里弄着 又闻又吃 宝玉听了 巴不得一声 便真和凤姐要了一块 命婆子送入园去 一时大家散后 锦园齐往卢学眼来 听李丸出题献语 独不见湘云宝玉二人 黛玉道 他两个再到不了一处 若到一处生出多少故事来 这会子 一定算进那块鹿肉去了 正说着 只见李婶也走来看热闹 因问李丸道 怎么一个黛玉的根 和那一个挂金麒麟的紧 那样干净清秀 又不少吃的 他两个在那里商议着 要吃生肉呢 说得有来有去的 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 众人听了都笑道 了不得 快拿了他两个来 快呀快呀 黛玉笑道 这可是云鸭都闹的 我的挂再不错 李丸等忙出来 找着他两个说道 你们两个要吃生的 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 哪怕吃一只生鹿 成病了不与我相干 这么大雪怪冷的 替我做货呢 没有的事 我们烧着吃呢 这还罢了 只见老婆们 拿了铁炉铁叉铁丝来 李丸道 仔细割了手 不许哭 说着同探春进去了 凤杰打发了平儿来回复 不能来 为发放年利正忙 湘云见了平儿 哪里肯放 平儿也是个好玩的 素日跟着凤杰无所不至 见如此有趣 乐得玩笑 因而推去手上的镯子 三个围着火炉 便要先烧三块吃 那边宝钗黛玉 平素看惯了 不以为意 宝钦等 及李婶身为海事 探春与李丸等 已议定了提韵 探春笑道 你闻闻 香气这里都闻见了 我也吃去 说着也找了他们来 李丸也随来说 可以齐了 你们还吃不够 湘云一面吃 一面说道 我吃这个方爱吃酒 吃了酒才有失 若不是这鹿肉 今儿断不能做失 说着只见宝钦 披着扶叶球 站在那里笑 香云笑道 傻子 过来尝尝 宝钦笑说 贵增的 宝钗笑道 你尝尝去 好吃的 你灵姐姐若 吃了不消化 不然她也爱吃 宝钦听了 便过去吃了一块 果然好吃 便也吃起来 一时 凤姐打发小丫头 来叫平儿 平儿说 屎姑娘拉着我呢 你先走吧 小丫头去了 一时只见凤姐 也披了斗篷走来 笑道 吃这样好东西 也不告诉我 说着 也凑着一处吃起来 但玉笑道 唉 哪里找这一群花子去 罢了罢了 今日人卢雪眼造结 声声被云妖头作见了 我为卢雪眼 一大哭 湘云冷笑道 哼 你知道什么 是真名事自风流 你们都是假清高 最可厌的 我们这回子新山 大吃大嚼 回来却是锦心绣口 宝钗笑道 你回来 若做得不好了 把那肉掏了出来 就把这血压的卢尾子 摁上些 已晚此结 说着 持壁 洗漱了一回 平儿戴镯子时 却少了一个 左右前后 乱找了一番 踪迹全无 众人都诧异 凤姐笑道 我知道这镯子的去向 你们只管做诗去 我们也不用找 只管前头去 不出三日 包馆就有了 你们今儿做什么事 老太太说了 离年又近了 正月里还该做些灯迷 让大家玩笑 众人听了都笑道 可是都忘了 如今赶着做几个好的 预备正月里玩 说着 一起来至地抗屋内 只见杯盘果菜 聚已摆棋 墙上已贴出 尸体运脚格式来了 宝玉湘云二人盲看时 只见题目是 集锦连句 五颜排绿一首 现二消遇 后面尚未列次序 李丸道 我不大会作诗 我只起三句吧 然后 谁先得了谁先连 宝钗道 到底分个次序 要知端地 且听下回分 听友您好 欢迎您回来 我是张国立 在这儿陪您读《红楼梦》 这一回啊 贾府又迎来了新客人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薛宝钗的唐妹薛宝琴 薛宝琴 美丽端庄又有才华 连贾母都动了心思 觉得她和宝玉倒是一对 不过薛宝琴 已经许配给了 梅汉林的儿子 汉林是一个官位称呼 在明清两代 读书人考中进士之后 一部分进士 会被选拔去汉林院 例如状元 一般会被任命为 从六品的汉林院修钻 榜眼探花 则会成为正七品的汉林院编修 其他入选汉林院的进士 做个数级是什么的 他们都被叫做汉林 汉林是个清闲的官 没什么权利 不过明清两代 内阁大学士之类的高级官员 大都要求是汉林出身 所以啊 做几年穷汉林 就有可能做大官了 这一回 史湘云也因为家里人外出做官 被贾母接到贾府来住 他和宝钻 他和宝钗 香灵住在一起 香灵正在学习写诗啊 他就当起了老师 他给香灵讲什么 杜公布之陈谕 维苏州之淡雅 温巴叉之奇米 李毅山之隐僻 这四句对应了四位唐代著名的诗人 杜公布指杜甫 杜甫的诗最大的特点就是沉郁顿挫 诗歌内容深广 感情深沉 一阳迭档 而伟苏州指伟应吾 他擅长写田园风光 语言清新自然 温巴叉指的是温婷云 他的诗歌风格浓艳 李毅山呢就指李商隐了 他的诗构思精密 意思十分晦涩难懂 来了这么多的人 宝玉担心黛玉受人冷落 没想到黛玉之前 已经和宝钗做了深入交流 两个人关系变得非常亲密 宝玉就很奇怪啊 因为此前黛玉 一直和宝钗有点小心劲 于是宝玉就问了黛玉一句 是几时孟光接了梁洪案 这句话出自西乡记 用的是东汉孟光和梁洪的典故 孟光和梁洪是一对恩爱夫妻 孟光每次给梁洪端酒端饭 都要把放碗碟的案子 举到齐梅的地方递给梁洪 举案齐梅这个成语就出自这儿 表示夫妻俩相敬如宾 这会儿宝玉想知道 黛玉是什么时候和宝钗和好的 所以就问了这一句 重点是是几时这三个字 两人聊完了天 又去找新来的客人玩 新来的女孩子当中 贾母最喜欢的是薛宝琴 送了她一件异常名贵的福叶球 就是用野鸭子头部的羽毛 织成的大衣 确实是非比寻常啊 众人聚齐之后 决定联聚 联聚是一种做诗的方式 几个人共同完成一首诗 他们要做的是一首五颜排绿 我们前面说过律师 一般律师就是四连八句 排绿呢 也是律师的一种 还是要按照写律师的规矩来 只不过每首至少要五连十句 上不封顶 就是写一百句都行 非常适合一群人连句 再下一回啊 我们就能听到他们精彩的连句了 好了 我是陪您读《红楼梦》的张国立 咱们下次继续 知聊有声 大家好 我是尔利娟 欢迎收听我的《红楼梦》道读 今天我们读到了《红楼梦》的第四十九回 这一回最重大的事件 就是宝钗的唐妹薛宝琴也来到了贾府 她已经许给了梅汉林之子作为妻子 这时进京就是要准备发嫁的 路途上刚好遇到了李丸的唐妹 李文和李启 还有行夫人的侄女行秀燕 于是三家凑在一起 浩浩荡荡地抵达了贾府 一下子多了四个美丽优秀的少女 再加上史向云不久以后也住了进来 大观园就更加热闹了 回目上所说的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歌星淡山 就是指其中的两段情节 而所谓的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是指妙玉龙翠庵的绝美风景 至于脂粉香娃歌星淡山 讲的是大家生烤鹿肉来吃 这两段情节之间 构成了一种雅俗对比的冲突美学呢 以生烤鹿肉的这一段来说 金钗们为了欢迎贵客利林 于是准备再开一次诗舍 来以诗会友 最特别的是 在作诗之前 居然先安排一顿烤肉野炊的奇景 当时在宝玉香芸的顽皮淘气之下 大家都在地上放了铁炉子铁叉子烤鹿肉来吃 而且就像市井百姓一样 直接蹲下来动手取食 这比起刘姥姥逛大观园的大吃大喝 其实更要粗放得多 难怪宝琴看了觉得是一幕惊世骇俗的奇观呢 原来美丽优雅的薛宝琴 简直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 她一来就独占了众方第一的地位 让大观园里的金钗们黯然思涩 这可以从大家的舆论里获得证明 尤其是两个人的反应 最值得我们注意 一个是贾母 一个是宝玉 我们先看贾母这一边 贾母她可是一个见多世广的贵族妇女 什么样的龟秀没见过 那位被皇室封了贵妃的元春 就是她一手调教出来的 可是啊 薛宝琴才刚到 贾母却一见就惊艳不已 爱如珍宝 立刻给了宝琴许多空前的特权 连最受宠的宝玉都望尘莫及呢 这个情况从三个地方清楚的反映出来 包括了贾母立刻逼王夫人认她做干女儿 那就等于把宝琴变成了自己的亲孙女 第二个呢 是当天晚上安顿住处的时候 贾母也不让宝琴进园子里去 直接就跟着贾母一处安寝 和贾母同房同床而睡 这比起当初的宝玉带玉来还要更贴近一些呢 像第五回说 这二玉从小同随贾母一处坐卧 但是其实当时贾母的卧房是单独在套间暖格里 而宝玉带玉都是在外间的必杀厨 宝玉是在必杀厨外的大床 而带玉是在必杀厨里 两个人都不是在贾母安寝的礼间 从这一点来说 宝琴比这二玉还更走进了最核心的地方 也凸显出贾母对宝琴的宠爱实在是超乎寻常 也因为如此就出现了第三个特权 那就是贾母把自己珍藏的福叶球大方送给了宝琴 那是一领极其珍贵的斗篷 用野鸭子头上的羽毛做成的 它金碧辉煌 精致华丽 那羽毛绿的发光 应该就是绿头鸭 所以叫做福叶球 而这一领斗篷 珍贵稀有到连宝钗都没见过 连宝玉都舍不得给 可现在却劈到了宝琴的身上 那更强化了贾母对她的疼爱 而这样的情况 平常小仙儿的待遇居然没有嫉妒 这就表现出 她确实长大了 而且以亲姐妹相待的宽心 而直接延续了前面一节金懒的情节 反倒是向来豁然大度的宝钗 却流露出一丝丝酸酸的粗意哦 这种性格上的反差 又展现了曹雪芹对人性复杂面的深刻洞察 最重要的是宝玉的反应 连她看了宝琴以后都满口赞美 并且认为宝钗 待遇都相形见处 你看她对怡红院的丫鬟们笑说 老天老天 你有多少精华灵秀 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 可见我井底之蛙 陈日嘉只说现在的这几个人是有意无二的 谁知不必远寻 就是本地风光 一个赛四一个 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 你看这段话里 所谓的人上之人 就是指薛宝钦 而被比下去的第一个人 其实就包括了他心爱的待遇在内 关于这一点 探春的看法也是相同的 探春说 据我看 连她姐姐病这些人 总不及她 换句话说 宝玉虽然对待遇情有独钟 也往往比较偏心 但宝玉仍然还是拥有一种客观认识的精神 因此 当宝琴天然降临 打开了他对少女的见识 他就赫然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 这也等于坦然承认 待遇并不是最好的一个 那这么一来 本来在伯仲之间的把差和待遇都得退位了 这可印证了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的道理 也是曹雪芹苦心安排的巧妙的地方 曹雪芹告诉我们 世界无比宽广 一个人千万不要画地自现 否则就是井底之蛙 而且啊 个人主观的情感 千万不要干扰了理性思考和客观判断的能力 否则你就会以私害功失去了公正的眼光和心胸 所以说 很常见的拆带之争 根本就没有必要 而且显得小家子气 你看 宝玉可以最爱待遇 可是却也可以接受 世界上还有很多比待遇更好的女孩子 这其实才是一种真正的君子风范 那么 这一回的导读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